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少点吹捧跟打压 王一博的口碑何至于此 网友,还是太红了 如今的UNIT王一博 是站在顶流圈中的中心位 不接受反驳 娱乐卷时打时的顶级存在电影《无名》 实现了票房跟口碑的双丰收 你可能说,吹的吧 票房才9个亿 怎么好意思吹呢 是啊,票房能够拿下这个成绩 粉丝是不是吹捧过度了 可是作为一部文艺片 能够拿下这个成绩 你觉得差到哪里呢 我们公正客观地说 不容易,纵观文艺片的票房 目前为止 突破10个亿的屈指可数 无名,已经成功了 毕竟制片人跟导演都透露 已经很满意了 毕竟赚到钱了 粉丝吹捧自己的偶像 这不是正常的吗 可是吹得过猛 杀不住车的话 那就成为了笑柄 总会被人各种看不惯的 其实王一博的粉丝 有点疾风静草 爱炫爱作还带着点傻白甜 看到一点进步 势必要放大 说到底是因为王一博的粉丝数 基数庞大 各种传播扩大后 就让人感觉他的粉丝怎么这么爱吹 这也是无奈的 为何说王一博的粉丝基数庞大 从无名的票房成绩就可以看到 在国内拿下9个亿的成绩 排片场次不佳 上座率却很高 没有粉丝的助力 怎么可能实现这个庞大的数据 还有就是王一博的粉丝群体量绝对不低 都说枪打出头鸟 没办法 能够成为顶级流量 是混于乐圈的人最想要得到 却又得不到的 这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王一博转型电影圈 必然会被防爆 就怕顶流会演戏 就怕顶流有实力 这样的人一旦出现 大量好资源都会倾斜 影响的是谁 自然是对家呀 能不打压他吗 其实王一博的幕后资本 更多的是乐华娱乐 并不是多大来头 更多的是公司还要依赖于他的贡献 所以呢 才会伴随着这么多的争议 试想一下 如果幕后资本强硬的话 他的演绎之路相对而言会更顺利一些 也不会背负这么多冠冕堂皇的帽子 甚至被各种诟病 纵观下来 防爆一个年轻艺人 不过是枪打出头鸟而已 如果资本够硬的话 自然不会迎来这么多的争议性话题 不过是粉黑大战一场 也不会引发太多社会性话题 现在的王一博的处境并非乐观 粉丝可以大肆吹捧 黑子可以无情吐槽 终究是因为王一博真的太红了 防爆他的再度出圈 他在刻意保持低调 各种的活动能推就推 势头强劲对他而言 得不偿失第一部电影上映 来戴的是口碑跟票房的双赢 但是王一博的名誉却遭受了滑铁炉一样的打击 被冠上文盲的帽子 这个影响是长久的 这对于他后续作品的上映 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红黑时代的到来 让我们需要审视夺势 王一博的口碑中 总带着些杂志 说到底 还是因为太红了 处于顶级流量圈中的他 更需要用作品来说话 粉丝再多 吹捧再厉害 黑粉再猖狂 都不如他的作品更实际 这才是他最大的底气 吴明说到底是成就他的 表现可圈可点 后续上映的《长空之王》 热烈 维和防暴队 我们拭目已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